公废流感疫苗开打 三角社区65岁以上长辈出席相当踊跃 草屯卫生所的护理人员们在现场忙得不可开交 这次提供有流感及新冠疫苗的服务 希望及早预防有效降低感染后的风险 需要就是说我们两种疫苗都没有活性的 是可以一丝手打一支的 我们希望能够提高这个接种率 让我们的化病的危险率降低 有的长辈因为没有人陪伴 出门不方便 交通的问题或是失能的问题 所以希望我们到社区来能够提高 这个社区的接种率 来施打疫苗的65岁以上长者超过200位 秋冬季节来临 各种病毒蠢蠢欲动 里长成熟茂希望透过疫苗的施打 能够帮助长辈们提升保护力 抵抗病毒威胁 也避免感染后合并严重并发症 大家也很勇业啦 现在所有的牌子花到200多了 以前的流感疫苗有些人不敢注射 现在因为武汉疫苗疫情过了以后 大家对于这个流感疫苗的重要性 都有认知上 所以今年特别多的来注射这个 希望说我们的里民都是健康的 打到这个疫防以后 我们就会感觉到对自己安心 对整个里也安心 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里民 都躲到一个最好的心理上 最起码心理上跟身体上都能够躲到健康了 这疫苗非常重要 冬天要够很容易感冒 也先把他放起来 把我们的身体感冒到也没那么严重 在这里也拜托 我们南老官民也在施打疫苗的时候 我们尽量触控出来来施打疫苗 卫生所表示 接种疫苗出了提升自身健康防护力 当大多数民众都接种疫苗后 更能形成健康防护网 确保自身及家人的健康 因为疫苗保护力约一年 建议民众每年都需接种一次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